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 我是明哥,今天是2021年6月4号星期五 这里是美国田纳西州北中时间8点10分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聊一下关于太极拳中 杨世泰遗拳单边的练法和他要注意的东西 这个杨世泰遗拳单边非常简单 但是呢,要想练好不太容易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下要注意哪些问题 比如说杨世泰遗拳单边是这样 这个是勾手,这个是公布,这个手在前边 好,那么现在这个单边很简单 这个手高一点低一点 我们不说那个东西 不说我们明哥聊太极 不说这个表演的东西 那是属于表演 表演太极拳要考虑的问题 明哥聊太极是聊真正的太极拳 所以那个手的高低远近 这不是我们要探讨的范围 我们要探讨的是 在这个单边的这个练习当中 在真正的太极拳当中 我们要注意什么 就是经常单边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 单边的动作本身 它会出现破坏你的寒凶八倍 大家知道这个身背武功 太极拳说身背武功就是身功 颈椎到尾椎这一个脊椎是像一个弓一样 满拉满的弓一样 这个弓拉满了弓 它的弹性很大 两个手背弯一点就是一弓 两个腿膝盖须一点也是弓 所以身背武功 这个弓是身背武功 一个身身上有五脏弓 那么太极拳的最最重要的要求 像寒凶八倍啊 这个东西 是所有的练太极拳的人 成千上万的练太一件 不管是刚学的还是学多少年以后的 都知道寒凶八倍 寒凶八倍就是肩胛骨向前松掉 不让这个肩胛骨扒在背上 那么肩下来 成千坠走 成千坠走呢 所有的练太拳的人 也都知道成千坠走 好 那么单边这个动作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 现在你看我现在 两根锁骨向前合 那么我夸张一点啊 夸张出来给大家看的 那么这样和你看我现在 寒凶八倍 你看我现在假如这个腿如果虚下来的话 寒凶八倍松化圆刀什么都有 你看什么都有 但是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单边打出以后 他把我现在是寒凶八倍成奸队走 奸队成了走是罪的 但是你看我打出来以后 他容易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本来是寒凶八倍的 打出来以后 他不自然 自觉与不自觉的 把这两根锁骨向后了 也就是把这个胸挺起来 把背这么样的 合上 肩胛骨回去了 你看本来是肩胛骨向下 合的 你看一开 你看 你看后边的话 他本来是 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但是他打出去以后 你看 他把寒凶八倍扣开 那么当我们这个 尤其是 你研究它 试着好看不好看 你要注意以后 那就更麻烦 那就把成奸队走 也把它搞掉 本来你看我们 这是单边 但是如果我们养好看 一打开 寒凶八倍没有了 这个怎么样 成奸队走一升开 成奸队走也没有了 这是单边这个式子 最大最大 误须和最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巨大 说它为什么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如果你练单边的时候 寒凶八倍没有 成奸队走没有的话 这个单边几乎没 还不如不学太极拳 不学太极拳 你就是胡乱的王八拳 打打 它都有效果 可是如果我们的寒凶八倍没有了 成奸队走也没有了的话 你这个单边几乎等于是白学了 白练了 不仅仅白练了 你还不如不练 你这个单边没有任何威力 那么要改正怎么去改正它 我们单边做的时候 这个寒凶八倍的时候 我们打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 寒凶八倍还是寒凶八倍 是不能动的 宋化元朗还是宋化元朗 这个单边它才有力量 它有力量 那这个空凶十负 这个都不能变 不能变 另外一个在单边练习中间 除了寒凶八倍和这个成奸队走被破坏了之外 你的脊椎的深功 我们说深背武功这一张功 深功 脊椎这一张功 你看 你一这样 脊椎这张功 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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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太育权了 这个东西都没有了的话 你不仅练不成功夫 而且你这个单边也没有任何意义 那有什么单边 不用做单边 你平常就上去 你就像这样伸下手 也比你那个单边好 这个就是单边最大的一个容易形成的错误 我聊这个话题呢 就是让大家在练单边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寒凶八倍的深功和这个成奸队走的东西 千万不能丢掉 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容易丢掉 因为它是开的 它本来是把两个手开开的 但是它开开的时候 就容易把这个 寒凶八倍也开开了 它容易影响到这个 我们聊这个话题呢 就是很多 特别是在各种名家呀 或者是那些 交二十四四太极拳的 那个简化太极拳的 那些视频上 很多是全国著名的 非常有名的人 我看他们一念的时候 我就看他开开了 这是啥 这没有什么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是一个名不见经验的一个很小的小人物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也许这些名家 这些交权的人 全国有名的交权的人 也许他们有他们的功夫 但是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提醒大家 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的单边 只要寒凶八倍 只要保留着 保留着 成天最主保留着 走贴着地走 走贴着地走 这单边就可以 就可以 有一句话 丑功夫俊把是 俊把是 俊就是精俊潇洒漂亮 就是那打把是卖艺的 那个是漂亮的 功夫真功夫 丑功夫就是非常丑 真正的功夫是很丑的 不漂亮 所以那些交权的人 这个都发财了 你看交二十四十太极权 都发财了 好看嘛 所有的人都来学 我的家乡原来有一个地方 很多人跟他学 一个小女生 很年轻 二十多岁 因为什么呢 他本身是练体操的 他的脚 都能伸到头顶上 一个朝天灯 很漂亮 他打这个 打这个 这个分脚的时候 哎呀 这个脚一下子伸到天上去咯 学的人趋之若鹜 大家都去学 那其实呢 那就不叫太极拳了 大家 我说的 我说的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现在流传出来的 近代的名家 近代的老的视频 老的人 练的太极拳的视频 影像不是太清楚 你仔细看一下 没有一个人的脚会飞到天上 你看那个分脚的时候 比如说杨世太前分脚 他就是分脚 他就分那么高就可以了 比如说他就分那么高就可以了 他这个东西都在 那还用把位中华元党这些要求都在 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这个 我们聊远了 话题聊远了 就是单边的练法 大家要注意 不要丢掉了他的本来的东西 好 明哥聊太极今天聊的这个 关于单边的练法 注意的事项 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再接着聊 好 明天再会